将近半个世纪有关 谈经作者的争论是有意义的 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成果 为我们真正的理解 谈经和慧能产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 把深切的误入 安立在平常的德行上 是慧能产法的最大特色 从达摩以来 禅宗般若化 生活化的历史方向上看 就不难理解慧能 何以能以一个默默无闻的南方 各辽 而积身于红忍十大弟子之列 又迅速的踊跃 曾升为东土六祖 玉次的大剑禅师 回过头来 我们就能回答上一节所提出的问题 神会产法与慧能产法到底有何不同 为什么说神会的成功是暂时的 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法选择的历史方向 观察神会产法 观察神会产法 他虽然重负了慧能 谈经的许多言语 但对强调自信的 见性成佛和强调 住坐卧皆道场的 无念未踪 并不突出 也无发挥 而且对照 神会语录和敦黄本 谈经 我们还能发现若干差异 例如 谈经的 无相见 强调 见性成佛 是从众生出发 约自信说的 而神会的戒法 却是从佛性出发 约是相说的 对无念未踪的理解 谈经的 念是真如之用 念是名词 并不是没有念 若百物不思 当令念觉 即是法复 即是边界 但神会则从否定的方面来说明 念是动词 即莫作义 念者念真如 要求完全没有念 谈经的 无念 是众人都有的 而神会的 无念 为圣人才有 这个差别 和则门下的综艺 早就指出了 原通见者 必须会前差别 取舍等法 同一计之之信 举体随缘 做种种门 方位真见 既知如敬之敬明 诸缘如能献影像 何则深意 本来如此 但为当时建教大兴 顿宗臣辈 勿在对智之说 故为宗无念 不立诸缘 原觉经大书超 选三 虽然宗密为前辈辩解 但毕竟神会之 为宗无念 不立诸缘 不是真见 另外 对于神会所述 南顿北剑的法门对立 需就特定的历史背景 予以理解 在中国历史上 对顿物 剑物的辩论 早在魏晋时代 所法出来时就开始了 所谓顿剑 由你的顿物 剑物和形的顿路 剑路之分 随唐以前 大乘经义 已经是 物理弊顿 了 以逐道身为最高代表 积学无限 不物则已 一物则分类都进而 就进成佛 逐道身的积学无限 剑修顿物说 包含着 行入 作为其顿物的修正手段 菩提达摩的 二行四路 如来禅 在本质上 与逐道身 所主张的 并无差别 当然 他们的 行入 不同于 弥勒系的 唯实学 决定建物 也不同于 龙树所畅 或顿或剑 而是如 随唐间 中国大乘 佛学之大流 发心集成佛道 明白了这一背景 我们可以评价神会时代的 南顿北剑 而就理行相及的 集教立场而言 何则和北宗的立场 是没有区别的 东山门下发心便能现身顿入佛会 集心是佛的传统 都是顿悟 经周法如 屈身必顷 便得本心 一念尽心 顿超佛的 何则神会 实性出发心 一念相应 变成正觉 都属顿悟 当然 他们都是从行入着手 获得礼入的 集教态度 这一点 与南禅 以礼入吞没行入的 离教态度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神会南宗 与神秀北宗 有何区别的话 那就是同样形的 顿入之中 神秀过于执着方便 过于讲究 射心 宁心 入定 助心 看尽 这一点 为处后 心服寺内 供奉大德 大义禅师 悲靡 在概括 会昌法南 前各家禅宗的特点时 清楚的说 请者约秀 以方便显 失去了东山法门那种 即心是佛 的顿入气息 具体的说 神会南宗 与神秀北宗 在顿见问题上对立 是同一东山法门所传之下 左派与右派 鹰派与 鸽派之分 在他们之后 有着更新的顿悟说 既然如此 为什么顿见门下 相见如仇仇 南北宗中 相敌如楚汉 那是法统之争的必然情况 但同样的 对于神会的 师臣释放 也要从一定的历史背景出发 才能真正本质的了解 当神会攻击普济同时立法如和神秀二人同为六祖室说 一代只许一人 终无有二 当神会攻击北宗门下 有数百人说禅教话 并无大小 无师资情 共争名利 时 他实际攻击的 是东山法门 所开创的分头并红 局面 神会立会能为六祖 他自己隐隐已会能传人自居 最后也的确被清定为七祖 那怕历初的六祖七祖都是以死之人 他所坚持的还是就有的 一代一人的复法制度 一代一人的复法制度 在道姓的时代 几经开始动摇 旭高森传 众人曰 和尚道姓可不复主耶 曰 生来复主不少 传法宝记 门人之江化碧 遂谈究风起 珍惜法寺 即问江传父 姓会燃酒之约 红忍差可耳 道宣所传 道姓已经打算废除 一代一人 制度 杜匪所济 道姓的主义因时机不成熟 而中途变卦 勉强让红忍做了他的接班人 道红忍以后 法门大起 根基不择 密来自成 当理与法 这正是造成禅门新盛的分头并红制度 东山法门本身的新龙最雄变的证明了两种制度属优 但神会居然还想扭转历史回到一代艺人的旧路上去 故他的最后归宿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 可知震荡神会在大声疾呼奔走争夺时 他的立场已经决定了将来被他人所取代的下场 事实也显示这样的趋势 由于神会太重立位 轻视到果 证据神会曾说 为了禅师无传授父主在秀禅处 纵使后得到果 亦不许立位第六代 神会集 批283 结果何泽北宗虽然得到帝王的恩宠 但还是无法真正涉导大众 因此神会的南顿北剑仅仅是一面旗帜 缺乏坚实的内容 神会所追求的一代艺人制度 也不符合禅宗发展的历史潮流 惠能的曹西禅 是得佛境于文件知觉之中 是面向众生的大众化的 而神会的何泽禅 是离诸远而立佛就近 未免高推圣境 成贵族化 神会和惠能禅法的一去何趋向之差别 与惠能和神会的人格差别 也是完全符合的 传说中惠能对帝王多次征兆 都是脱并不去的 神会的何泽宗 虽然因帝王的支持而兴盛意识 但毕竟不能与大众化的曹西门下相体移 历史的发展犹如长江大河 高一阵低一阵 有时一泄千里 有时迂回曲折 神秀和神会 凭他们杰出的能力 交通帝王将相 在中唐历史舞台上先后演出了 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 但纵有不依国主则法是不利 道安与知臣说 但佛法在根本上靠的不是帝王政治 而是靠出色的修位 最终代表禅门主流 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上留下深深印痕的 乃是慧能和南禅而不是教授师神秀和知解宗徒神会 此中的教义和启发该是何等的声广 第四章南禅禅宗四遍 第一节南禅加工 慧昌法南以前的唐代 是佛学的黄金时代 教禅二家 立相兴盛 宗派伶俐 大师辈出 但晚唐至五代 世道不尽 家之唐五宗和后周世宗灭佛 僧俗必乱 经论遭鬼 教终各家寺院 一绝不振 一向依靠帝王支持的贵族化的北宗和 何则 南宗也因朝廷如侠顾及而逐渐衰落 唯独不假经论 注重劳作的南禅 偶有三二同道 即可参究 于是不失时机的蔓延开来 直至席卷全国而取得了在中国佛学舞台垄断地位 大唐帝国的视为中原文化的全面萎缩 与唐五宗好道数而灭佛 因缘相成 造成了各宗衰微 唯独禅宗成机崛起 看似偶然机遇促成 实则有其必然因素 如本书前言所说 佛法入华 有其备受欢迎 是不可挡的一面 也有其履遭阻挠 限制压抑的一面 翻阅史书 一面是无数宁佛 信佛的帝王将相 文人学士 他们最新于佛法的博大精深 坚信佛教能陶也人心 有助风化 更为果报之说 和感应之机而震撼 但另一方面 自弘明集所录起 中国儒家正统的 代言人之非佛者 浅仆后继 不觉如履 最著名的南朝有犯者 这神灭论 非因果之说 北朝有阳炫之传 若阳嘉兰记 术氏家造寺之奢侈弥备 入唐则高官名人 前呼后应 道韩玉768824 论佛谷表 而即大成 唐县宗元和十四年 八百一十九 是因佛谷于奉祥法门寺 韩玉上表见之 获罪作诈潮州 韩玉的论佛谷表 传世而成为反佛明文 文功一生 至于佛法问敌 常以孟子辟阳末自禀 其见因佛谷 由为后世所称美 然上表版佛者 唐朝时代有其人 赋云以后 则天皇后时有敌人杰 明经官至宰相 李乔 敬世官至宰相 张廷 智举官 拉史 太子詹氏 苏湘 敬世官 宰相 中宗时 有为四吏 敬世官 尚书 拉史 还燕范 门英 官 宰相 李毅 敬世官 侍郎 新替佛 官御史 宋悟光 敬世官 世御史 吕元太 官亲元位 瑞宗时 有陪璀 举拜官至上书 玄宗时 有姚崇 举至官 宰相 宿宗时 有张稿 官至宰相 代宗时 有高颖 宝应 敬世 真元中 拜乡 长滚 敬世官 宰相 李书明 明经东川 节度时 得宗时 有鹏眼 官元外郎 陪 土星 浩字 敬世官至 宰相 李延 官郎中 有书 原包者 源于之地 敬世官 丝 丰元外郎 全唐文 宰秦 对贤良 帮 直言及 建策 想为献宗 出着贤良 帮证时 之对策 策中 一悔 及佛法 昌离之后 有 崔离 敬世官 世郎 拉屎 萧 萧宝 敬世官 尚书 宰相 李卫 敬世官 至宰相 孙桥 敬世 昌离 门人 等 汤 汤 随唐 随唐佛教史稿 中华书局 1982年 批33年3月4 他们在政治上攻击佛教坏礼教 乱人伦 是六朝朝代短促 国作不久的原因 经济上攻击森尼不耕而食 不知而依 必亦免租 兼之造四立项 枉费财国 学术上则攻击佛法虚妄无证 又好作为言显语 迷惑百姓 两类人信佛不信佛的对立 无论他本人的身份是帝王还是百姓 实质前者站在众学术的知识分子立场上 后者站在众政治的攻剑统治者 是代子的立场上 两者的统一 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佛教的要求和处置 反映了佛教在中华民族文化应该和何以的地位 欢迎 容纳和吸收佛法的行上探索 信仰追求和道德戒律 以至偶像崇拜 礼仪习俗 但是 这一切必须在政治 经济 学术上于国家的强盛 百姓的日常生活有时效 没有前者就无所谓佛教 但没有后者 中国文化 特别是统治当局 断然不能容纳 同福家严厉成熟的政治人文观念 制度和传统相比 佛教参政的条件和手段太不具备了 表现为历史 沙门法师直接参政的 很少有成功的 甚至很少有好下场的 真正明智自觉的僧人 无不抽身退步 避免直接参政 作为一种历史趋势 佛教唯一的道路 是通过百姓的日常使用之需旗 促使人心向善 一丰一俗而有功于国家 为此方能避免政治上的排斥迫害 进而获得统治者的支持 在经济上 布施生产 全靠供养的印度模式 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寺院僧团只能在争取 谈乐布施的同时 实行农耕 力争自己自足 方能为以农历国的 封建中国所接受 然而这一切外在的谋生方式 又绝不能干扰和改变佛法之所以 为佛法的信仰和理论特色 不能降低了佛家清净无畏 超然出世的形象和素质 一句话 佛法的中国化之精髓 就在于全面的生活化 在红尘中看穿红尘 在灵力中不济名利 在生死中堪破生死 这本是印度大臣佛法的潜在趋向 到了中国就获得沃土 大大地显扬起来 原此而简略随唐监盛行中国的各家各派 却是只有曹西门下的南禅最能符合上述历史要求 只有南禅的发展具备生活化的典型性和自觉性 这就是慰昌法南以后禅宗独圣的深层理由 也是禅宗四遍所体现的法门宗旨 我们对南禅宗风的描述也就不是按传统的 一花五叶的路子 而是以此为纲要而展开 一旦吃肉鞭菜 十戒与破戒 中国禅宗早在达摩时代 就有破相半戒之举 道宣在旭高森传中批评达摩门下说 是有定学 望传风教神用梅与辞令 定相辅于纯悟 并小舍大 独见一家 设计住持居然乖僻 高森传卷二十 道宣隶属他们用刀用斧 觉得坏生 主吹饮食时犯素食 犯处莫错 却不知惭愧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种要求 印度森家律制中国化的倾向 并非禅宗一家所独有 据高森传和鸿鸿鸡足道身对于忠实 或五不食和弃作 印度佛教规定的做法都是不遵守的 他按中国的习惯行事 当然当时中国佛徒的破相半戒之举只是在相当局部的范围内偶尔未知 在总体上还是尊重戒律的 到了道性时代 持戒禅合一法门 开始为在教理上全面否定戒律打开了大门 因为相对而言 戒是外在的 禅是内在的 戒是手段 禅是目的 一旦戒禅合一 手段就可能为目的所吞没 道会能持 无相戒 虽然还保存着见佛 忏悔 发愿 归戒的形式 但全都消归自信 归结于 戒本源自信清净 此时的戒已是有名无实 没有区别禅的具体内容了 所以会能 谈经 保留了说戒 说定 说会的形式 其实是 的物资性 亦不利戒定会 会能的 定会的 思想 为全面破戒提供了教理依据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迫向半戒成为曹西门下一代新风 受会能影响 最极端者当事其同门宝堂如注 七一四七七四元绝经大书超 说他 说他 室门室乡 一切步行理颤 转读 画佛 写经 一切悔知 皆是妄想 所住之愿 不治 佛事 他敢于如此大胆 必有精神上的支持 教理上必是师出有门 能够自圆其说 南禅的红州 石头门下 最初一二代人还没有宝堂无助那样极端 但树传以后 清出于兰而胜于兰 终于卫贵大官 成为一宗之风 在契松本和宗宝本 谈经 中 说会能得五族红人的依法之后 离开黄梅 受尽辛苦 等待着红阳大法的机会 会能后置曹西 又被恶人群竹 乃于四会避难猎人对中 凡经一十五载 石与猎人随移说法 猎人常令守望 每见生命 尽放之 每至饭时 以菜寄煮肉锅 或问 则对曰 但吃肉鞭菜 好一个 但吃肉鞭菜 把南禅破界的禅风 一语道破 尽见精神 但吃肉鞭菜 故事 不见于敦皇本 谭经也不见于有唐一带的任何禅宗文献中 最相近的是曹西大师别传 该传首唱 能大师南归 略到曹西 由被人群逐 便于广州四会怀疾两县戒病难 经于五年 在列诗中 后会心本 谭经 祖唐吉 都言用此说 弃松是宋人 宗宝是元人 他们所说 不知何惧 但断不能就此断定故事晚初 因为气松所具的五本 谭经 到底是什么本子 谁也无法证明 胡适说即是 别传 一家之说而已 且故事忠实 十五年引顿 说 该属教委早期的说法 会能引顿 早期文献主十六年说 晚期主五年说 以别传为奔解 故事所出 颇难考究 但从故事的内容看 与南禅家风不谋而合 或许正因如此 故事被踩入 谭经 但吃肉鞭菜 表现了南禅对于戒律的全新态度 在传统 在传统佛学 戒律是对佛教徒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 是成佛的唯一起点 所谓 戒位第一罪 四分律藏卷第一初分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在中国 佛教的传播首先就是戒律的传播 最早制定佛门戒律的是道安 他制定了三科法 安济得为物宗 学间三藏 所制森仪规范 佛法宪章 调为三例 一约行相定座上经下讲之法 二约常日六时行道五时唱法 三约养萨差时回过等法 天下四舍 遂则而从之 高森传 卷入 道安传 后来律藏传入中国 各种律书如 结魔 十颂律 四分律 等都译出传释 各种戒律 最为中国僧众所熟知和遵守 戒律中最基本的是 结魔 中的 杀尼实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赢邪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着华曼香油徒生 不歌舞技或不往官厅 不上座高广大床 不飞食饮食 不捉身相经营宝物 而凡复的如 十颂律中的比丘二百五十戒 和比丘尼三百五十戒 则是无比的细致和具体 要之则是禁止身口一三叶的斜行 以成就自身 相比之下比较积极的是 菩萨的实经 所持的 菩萨九戒 一者自信戒 二者一切戒 三者难戒 四者一切门戒 五者善人戒 六者一切行戒 七者除脑戒 八者此事他事乐戒 九者清净戒 菩萨的实经卷寺 方便四处戒品的实 作为大臣戒条 菩萨九戒 明显具有大臣 佛学远离邪恶